这个脚的臭味还有腥味 我一开门呼一下就进去了 我就咳堵心了 我天天找起来 我就看到这个血 我的心里就堵了一分 镜头前这个一脸委屈 眼看着就要哭出来的是王大杰 王大杰告诉记者 每天打开门出去 迎面扑鼻的都是一股臭味腥味 隔水也受不了 这个画面你可以想象一下 再好的心情出门也全都给破坏了 无奈之下找来记者寻求帮助 要不然自己早晚有一天会抑郁 原来王大杰隔壁新搬来了一个邻居 每天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这老话也说了远亲不如近邻 可就是因为这个新邻居 给王大杰整崩溃了 王大杰家住在西海岸新区 从现场我们能看到 邻居的邪架正好摆放在走廊的公共区域内 正好对着王大杰家的入货门 王大杰说 自己已经在这套房子里住了一年多了 一直很舒心 生活没啥烦恼 可自从八月份隔壁搬来了新邻居 自己的心就再也没好受过 刚开始他这块没放鞋架 放个柜 这个柜巴比这个很宽 我以为他家搬家已经没安顿好 我所以刚开始吧 头一两天我也没找人家 本以为邻居会拿回去 没想到连着几天就一直放在那里 王大杰一怒之下 只能找到物业来帮忙解决问题 通过物业再三的鞋商一想 邻居把鞋柜拿回去了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轻轻松松的解决了 没想到过了一天之后 邻居就把鞋架拿了出来 鞋子里的味道就弥漫在空气中 说句不好听的 还真不如给王大杰换成鞋柜呢 邻居这举动可把王大杰筹坏了 这次王大杰一不做二不休决定 直接正面和邻居沟通 能不能把鞋架往旁边挪一下 或者是放到自家门后都可以 别对着自己家的门 不料邻居一去换鞋不方便 直接给王大杰回绝了 自从那次交谈后 就再也没有与邻居正面沟通过 总是闻别人的臭鞋对身体也不好啊 没办法王大杰又寻求了物业和社区的帮助 经过多次协商 邻居也只是将鞋架往旁边挪了一点 这不是逗人玩吗 大家都知道 本身个人物品就不允许放在公共区域内 现在不但占用了公共区域 并且还对他人造成了影响 影响别人的健康发展可是要负责的 之后记者和王大杰再次找上了门 想要问问这个邻居到底什么意思 敲了半天没有人开门 最后王大杰找到了 三千零四户业主工作的地方 而家里的老人说 去找他孩子去吧 这个事情他不知道 最后电话联系了万女士 那女士表示整个小区都在公共区域 而且在这个王大杰找你们之前 他自己的鞋柜也这样放过 那他就没有资格说自己 用的都是公共区域 大家用的都是公共区域 不光我家用 家用的也都是啊 他家之前也放了 那那么最近他们找你们之前 他们把死守的鞋柜子都收起来 家横不相处嘛 他们可以用 我们也可以用 对不对啊 随后便挂断了电话 王大杰告诉记者 之前确实把鞋架放在过外面 但也是防在不妨碍邻居的地方 而且自己十天前就拿走了 记者为了帮助王大杰解决这个事情 直接来到了小区物业服务中心 物业经理表示 走廊公共区域确实不允许 摆放私人物品 但是介于业主们生活难免 都会用一些公共区域 所以一直没有清理 之后记者来到了社区服务中心询问 他们说基本上一季度 或者是两三个月左右 回去清一遍 在节目结束的第三天 记者接到了王女士的来电 王女士说调解后鞋架是挪走了 但是今天又把鞋柜搬出来了 王女士最后无奈妥协 因为占用公共区域而引发的纠纷不在少数 下面这个视频让小编觉得 将还是老的辣 以居民鞋架放楼道 大爷早晚拿盆浇水 直接一招制的服服贴贴的 这则视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在某小区的居民楼上 一住户家门口放置的一个木质鞋架 鞋架上整齐的摆满了运动鞋 一位头上戴着帽子 一只手端着一个白色铁盆的老大衣 步履蹒跚地走到放置鞋子处 均匀地把盘里的水浇进鞋子里 此视频放到网上 立刻引起了网友们点赞支持 果然大爷出马一个顶了 也有网友表示这样做不地道 应该和邻居协商处理 大家认为怎么做合适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